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随着研究工作不断推进 要不要继续清理 清理到哪里为止 专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 最终结果如何 为什么说销后凤冠的修复与保护 开创了中国考古研究的新思路 在这一堆土中 考古专家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发现 为了呈现给世人最美丽的凤冠原貌 销后官的纺织工作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 花束摇曳 电拆生辉 凤冠能否重见天日 2013年3月 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扬州隋阳帝 萧皇后合葬墓的发掘过程中 出土了一个保存完整的皇后凤冠 随后 萧后凤冠由于腐蚀较为严重 国家文物局认为不宜在现场进行清理 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凤冠运送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考古工作者将在这里对销后凤冠进行细致的清理和研究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看似简单的凤冠清理工作 竟然用了近三年的时间 按照对出土文物的清理保护工作基本模式 考古科技人员首先要将凤冠清理干净 然后进行保护加固 最后将凤冠完整的组装好 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珍贵文物修复实验室 清理台上方的三台照相机会定时记录凤冠清理的全部过程 虽然专家们小心翼翼的经历 但随时都面临 如何安全有效地清理出销后凤冠 2015年6月至8月 考古工作者和文保专家在陕西连续开了三次专家会议 就清理凤冠的实施方案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中专家们各书己见 由于多种观点争备了 分之不下 会议气氛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专家们在清理凤冠细节上 大体上可以分为清理和保护两种意见 主张清理的专家重视做事有始有终 认为现今的清理保护工艺是够用的 可以清理到底 主张文物保护的专家认为 目前的保护工艺还不成熟 尽量用无损的方法进行探索研究 清理工作应立即停止保护为上 虽然专家们的争论仍在继续 但此时的清理工作已经深入凤冠的官体 这也是最为关键的步骤 此时稍有不慎 脆弱的份官就有可能被毁坏 如果没东西的地方 能把它的涂去掉还是去掉 做成这种指甲就行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离开它 马上它就断掉了 你织上吗 你就多做点指甲 去到哪个位置啊 兄弟 你都一排出指甲好看吗 没有涂好看 这是我的观点 那个有点假了 这个地方 最初我也不想要清了 只是没办法了 你智商很难看 原来这时候放着土 比这个好看 这块土我当时也不想清 但是也就是我解决 清完我就后悔 这块清完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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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个圆圆的很好的 不过看着这样子 基本上都放话了 对啊 所以你想 你不是后悔的事情 你说一点不起你 什么的行字 你的结构 那当然 至少都清了 你清了 由于专家的讨论 一直没有结果 此时的杨君昌 心里很胶着 由于没有想出 能说服各方专家的 有效方案 为了更好地保护 凤冠的完整性 他建议就此 先停止清理工作 因为在我们的清理中 发现了最开始表面的残剑 我们就收集起来了 到了这一堆花朵的时候 我们就不忍心再去清理它 我们把这一块清理出来了以后 我们在沿着这堆花和这个框架结果 中间走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几乎所有的花梗 中间环节完全腐蚀 你就拿不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想再去往下清 就想保留这个现状 那么就是说我们文保护 到底保护的什么程度 这决定一个度的问题的时候 我是确实很焦虑 多种保护方案始终无法定夺 而实际的清理工作又急需指导 2015年6月28日 销后奉关修复的第四次专家会 在陕西省文武保护研究院召开 江苏省考所那个副所长李泽斌 就提出一个问题 那个当然开始我觉得压力很大 他就提到了说 这个军昌我不关心别的 我就问你 你这个罐你做修护完以后 清理完以后 你给我们扬州人民怎么交代 这个话当然当时我觉得很刺耳 但确实后来这句话也成了 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一个动力 我当时当然在那会上我开玩笑 我说说老师我这个罐价值这么高 我们心里比如说有底也有底 但是你说心里有底也不完全有底 有些东西可能需要我们尝试做 虽然我们做了前期的研究 但是我们还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我说我不是给阳州人民交代 我说我是给全国人民要交代的 杨军昌想到 销后关虽然整体框架保留了下来 但事件保存状况极差 脆弱的凤冠如果去到里面填充的土层 也就失去了支撑 所以在他看来 常规的清土扶正关体的方案并不可取 而且现有的状况 销后关上部叠压的花朵已经移位 两边仿佛貌翅的薄并也脱离原位 并与框架袖死在一起 如果扶正关体却不纠正薄病及花朵的位置 这样展示效果也不佳 作为考古来说 我们彻底要把它清理干净的 可是我自己来在现场清理这么多 我就知道把它清理干净 后果是什么样子 因为你们现在也看到 表面腐蚀的状况很差的事件 清理出来都是一堆堆残渣 将来留起来以后 留起下就这一个秃秃的一个框架 2015年8月 经过专家咨询会的反复讨论 最终确定了一个折中方案 销后凤冠停止向深处清理 取代方案是根据实验室考古的成果 再制作一个仿制凤冠 以保证销后凤冠的展示功能 考古的清理现状和清理的过来发现 实际上所有的事件都处于一个稳乱状态 不在原始的状况 虽然花朵它的结构比较清楚 花朵有花饼花朵和花蕊 可是大部分都散了 这是比较小的事件 更小的 大概四个毫米 所以我想把这小的东西 尽快地换下来 这是那个调装的东西 这个还算好的 断了三截 相当一部分这地方都是火灰 都成了粉的 你稍微清都成了粉的 这个地方都破碎了 这掉下来一块 所以有时候 这个土 我们在讨厌的时候 干脆就别清了 如果把花的土再清的话 因为它整个厚度才连着二个厚米 就连土把它能够加过起来 能把形状化上去来 就是说 我们花朵的整个原始位置没了 但是尽量把它通过花朵的统计 将来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想清了这个位置 就不想再清它 2015年秋天 北京通州的金属工艺师康健 接到了隋阳帝 萧皇后奉官的纺织任务 十几年来 他做了不少文物的纺织工作 他纺织的战国车马 因为工艺细腻而大受好评 很快 康健便来到了西安 然而 当他亲眼见到萧后奉官后 原本自信十足的康健 此刻却忽然沉默起来 我到西安呢 怎么说呢 就是信心满满吧 可是进入这个 看到这一进入看到这种发掘的现场 我一下就懵了 因为觉得跟我印象当中 或者所想象的 有很大差异 我想的是 对于这个文物呢 应该是一种 就是暴露在这个 整体暴露在这个 这视觉下啊 是 这个 可是完全就是看到了一个 就是 埋藏在图腾里边的 表面有一些 这个散落的这个 视镜 跟我的差 跟我的理解 跟我的当时的这种 推想 有了差异 所以觉得 对我这个 就是 觉得难度很大 就是对 从信息上来讲 有了一种 第一层打击 对康健来说 一般的纺织工作 都是从文物清理完成后才开始 但萧后奉官 却从未完成清理工作时 就开始纺织 这似乎有点不同寻常 然而 文物专家告诉康健 他的纺织工作 是萧后官清理保护中 特殊而重要的一环 于是 康健带领的北京纺织工艺团队 加入了萧后官清理保护工作 也因此开始了 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的 新奇的工作方式 像盲人摸像一样 一边探索 一边制作 见到找来的能工小将毫无头绪 杨军昌只能尽可能多地 向康健提供实验室考古的成果 去揭示萧后官内部的秘密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都都是金 它是很不均匀的 这地方也看不出来任何痕迹 你看现在不管怎么说看不出来 那如果说跟它挂的话 应该是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这里头这个位置 有个东西往上挂它 感觉这个角度 没变形 一个是它这儿锻炼 这是它受力它锻炼了 或者怎么知道的 这一块呢 基本上就是完全插入进去 那这些结构就清楚 对 这样咱们的精神 它是插上去的 而且销子是在这上面 对 那就是说咱们主体花瓣 用白色或者卤白色 玻璃就是琉璃 然后底下贴着金箔 然后叶子就按你说 你觉得预送室就是 送到预送室吧 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 因为这个确实是 我们清不出来了 这个说老师 我让他复制这个事 难为他的 因为确实当时 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 说老实话 这个康建也自己觉得压力很大 就是说他们只接收一些 给他完整一些图纸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这个图纸 我们也没画 我们也没法给他画 因为技术层面的东西 说老实话 整个他古代 他情况就是这样子 他整个一位了 你一花朵 你一一对应不起来 可是呢 他框架是没有问题的 有一些小汉白玉小人吧 每一个小人 他不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说都经过人工的 这种每一个的雕琢 神态都不一样 销化灌溅花湿上面 他这长度 是经过几次的摸索 因为它是在这个螺旋的状态下 所以每一根的这种长度 实际我们都要经过几次的这种实验 然后推演出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 达到最终的一个符合标准的 都是反复性的 由于对花朵的厚度考虑不周 康建第一次纺织工作 在2015年底宣告失败 从我初始做这个 消货灌溅到有一半的时候 发现这个实践是有不对的地方 觉得比较沉比普通的实践 然后我们就通过 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吗 不是 就跟杨老师沟通 咱们看看这个是有些什么问题 通过再次测量 走出的数据是跟 因为之前测量的是带着锈石的气物的厚度 所以跟实际上这个片的厚度是有了差异 导致了这个 臭 多年从事文物纺织工作的康建 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作为工匠 一般是根据设计图纸完成纺织工作的 而销后观的纺织 既没有清理完整的考古食物进行比对考量 也没有详细的资料照片可供参考 能够看到的只有X射线图片 以及一些易碎零散的花束花瓣等部件 康建只能依靠文保专家给出的研究数据 通过推断想象和多年文物纺织的经验 锦小慎威如履薄冰地开展对销后奉官的纺织工作 但杨军昌和康建并没有放弃 为了能最终纺织成功 康建也下功夫地去查阅唐代理官的研究资料 他也仿佛像考古专家一样 把销后官的X射线图片反反复复地看 从整理的销后官的制作工程当中 基本上就是推演 推导 制作 再推演 再推导 再制作 这是反反复复的 每一个小的时间都要反复实验测量 工艺师与学者通力合作 第二次纺织 他们变得更加细心与耐心 销后官制作所用的材料有金 铜 玻璃 泛白玉 珍珠 木 漆 丝等十余种 而工艺则有珠画 藏刻 修漆等很多手段 康剑和其他师傅一起 为了纺织官能达到最佳展示效果 他们采取了颇废力气的传统手法 比如官体上的二百多朵花 都是这样一点点手工敲击出来的 这个小花呢 我们是反复的这个 斟酌去做的这个花的大小直性 都按照这个元器物 去做一个一比一的一个方样 然后呢 把它手绘出来的图样 贴合到那个片台上 由师傅们去赞客 首先是经过几道工序 比方说勾 先勾出图案 然后呢 再下胶 再进行上胶 去抬 踩 最终呈现这个花的一个浮雕 销后奉关的纺织工作是在北京进行的 工艺师们手艺娴熟 经过机械拔丝 盘丝 蝉丝之后 这些细细的铜丝将被用于装饰纺制的销后关 将丝放在铁网上 点火 这个动作叫烧丝 经过高温灼烧 铜丝由红色变为了黑色 下一个工序是掐丝 铜丝被弯曲成所需要的花样 然后将掐好的铜丝对比图纸 再调整长度 调整形状 这样就完成了拆上一个文样的加花工艺 加花之后还要烧滑 之后工艺师在拆头上画中线 加花 粘花 剪花 三道工序后才能成就粘好的拆头 下面的工序叫做铜丝 于是工艺师将它放入清水中浸泡变色 当拆身从清水中拿出以后 还要用铜刷刷去拆头上的红袖 最后的工艺是粘珠 夹珠 这样一只小小的铜拆才算制作完成 一只铜拆就融合了几十种手工工艺 更何况是整个缝冠呢 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古代 销后缝冠制作的难度可显而知 在实验室考古中利用各种先进仪器 专家们从缝的各个角度进行探索 大体了解了销后缝冠的基本情况 花朵的结构大致是这样 销后缝冠上有花梗 花瓣 花蕊 花梗是用直径约0.5毫米的铜丝构成的 花瓣是用厚度只有0.2毫米的铜薄片 硫金之后做成的 硫金的铜制缝冠在当年肯定是闪闪发光的 凤冠的花蕊由两种材料组成 一种是玻璃的 另一种是汉白玉的 造型则有四到五种 玻璃的花蕊有水滴形的 也有圆锥形的 汉白玉的花蕊有两种 一种是人形的食人花蕊 还有一种是圆锥形的花蕊 甚至还有更多的是目前无法判断的一些有机制材料 它们编织成的花蕊 这是缠绕在整体框架之上的精美的花树 这些花树不但是凤冠的主要装饰物 更是凤冠理质等级的重要标志 那么这个花树呢 它是怎么构成的呢 这个就是一棵花树 这底下也是个花树 这个也是个花树 像这个花树呢 你看这中间只留下了一个直径 大概五毫米的一个铜管 你可以看到还在边上贴着两个 因为那个木塞呢 它完全腐朽了嘛 所以现在留下一些残迹 那个残迹还和那个铜丝贴在一起 尤其这边你可以看到 那么就是说它有外面在套了一个直径 大概有15个厘米的一个木塞 所有的一个一颗颗的花呢 花树是插在那木塞上 所以这样一个就构成了一个花树 就是说管和那个木塞 然后插上了花就构成了一个花树 我们实际上搞清楚了七个花树 这个位置15我们都看得见了 就是在实验室考古清理的时候 我们都看得见了 实际上还有几座花树 没有搞清楚 花树 那我们牌子光 后来把它搞清楚了 美丽凡夫的花树是礼官等级的标志 旧堂书所在 皇后礼官的花树应该是12颗 但杨军昌对着X射线图片看了半天 怎么数都是13颗 这个很奇怪 就是说当时当时 把X光片拍出来以后呢 我这眼睛看得也不是很细 我都害怕看错 让两个学生在那 反复地在X光片上对 在那数来数去 数了好几遍 一天时间在数这个数 那大概应该就 15年的12月底 12月底差不多在那数 后来我们也奇怪 说怎么会是13颗数 在经历过程中 经过反复的统计 萧后官上竟然有13颗花树 比皇后的礼仪还要高 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个人的分析论文 还是就是说 虽然这个唐太宗李世民 是给他了一个很高的礼 用了13颗花树 但是他背景是前朝一个 被废弃皇帝的一个皇后 就是前朝的皇后 他不是当朝的皇后 他不可能是完整的 或者完全的来造官皇后的理智 来给他 所以他是不是按照12颗 完全的皇后理智 他给他13颗 我比他多 所以他不是我们当朝的皇后 他是前朝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给他很高的理智 我想关于13这个数字 13还有一个来讲 13是一个帝王的数字 你从魏晋南百朝一起来 你看我们出土的帝王的这样的一种腰带 腰带上面的这个玉片 它往往都是玉片或者金属片 它都是13 是吧 我们那个随阳帝 随阳帝宁出土的那个13环 那个低血玉带 那个它就是13环 所以我想这个13 跟这个13应该是对应的 跟它的这个销后的这个花树 是吧 花树的这个树 树母是一致的 我想这个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 对... 自己的盘 为什么 如果我们走开 既然来 不知道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说不大可能吧 这个我们塞棉花干啥 我说我后来我还特别很慎重 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参与清理的 打包到这个同志呢 召集来问一问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说没有啊 当时这个清理的时候 也没有用棉花 更不可能说把棉花这个塞进去 因为这个是我们考古工作的大忌 你不能对策畜的文化就改动 后来我就说我打电话给这个杨老师 我说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用棉花 更不可能把棉花塞进来 这个里面发现棉花 杨军昌相信 扬州考古所会依据科学的方法 严谨的操作规程进行工作 那么这些棉花的时代 该如何判定 仅凭肉眼是不行的 所以科学仪器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 过去说棉花 主要在新疆地区以后 好像我查的资料 也没有经过科学分析 我们应该说通过科学分析 通过能谱分析 通过扫揉电镜 通过享用观察 综合判定它是棉花的 应该是 我现在觉得从发布则来说 应该是第一例 所以这个对我们当时 也是一大清洗 这个在实验室考古过程当中的 一个重大的发现 可以说这是目前我们南方地区 考古出土最早的唐代棉制品 这就是说 实验室考古的一个强大的生命力 你如果在现场清理的时候 可能这样的东西就不容易发现 就在底下发现 请这个是个阶段 请订阅上 感谢观看 明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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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西湖镇隋阳帝及萧后河藏墓出土的萧后奉官 经过考古专家的探索和研究 他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 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皇后李官 他的出土对于我国古代官室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专家和工艺师力求通过复原销后奉官 进一步促进对于隋唐金属工艺的考古研究 也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了解隋唐文物的原貌 但是由于时间久远材料和工艺的复杂 今天的仿制工作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实际上我们自己很多东西没有搞清楚 其实现在我们要要搞清楚的话也是很困难 所以大体的总体的结构 和他的家务工艺我们是搞清楚了 但是你在具体的具体的一个花瓣 一个花朵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搞清楚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搞清楚的 就是一些有机的材料 我们自己推断因为在里头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残留物里面 有丝制品有蚕死的一些残留物的分析结果出来了 是有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小残块是防制品的痕迹 上面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在里面看到了金箔 金箔条宽度大概不到一个毫米 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 罐是除了我们看到这些花朵之外 满头的花朵之外 上面还会有一些金箔条的飘带 还有一些丝制品的飘带 有不同颜色的 所以我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做那个罐 那个罐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方便还要漂亮 2016年9月5日 隋扬帝销后关的实验室保护与研究项目 通过了专家评审会 这个消耗罐总体组装完成以后 通过专家验收 个人对这种工艺的追逐上面 觉得还有不尽完美的地方 所以如果说还有这种修复 或者是这个仿制的这个机会的话 同工测量的这个准确上 还有这个材质的这个选择上 就还有更多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自从确立以仿制官来展示销后奉官清理保护成果以后 前后经过近一年半时间 康健带领十个北京工艺师 试制了两次才终于成功 因为花梗长短经过反复测算 所以最终的成品花朵布置合适 官体饱满 官体两侧的薄柄和后面的水滴形石片 也显示了凤冠侧面和后面的很多细节 装饰上雕刻的小裕人 金光闪闪的拆垫 销后奉官当年的风采 仿佛正是如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实验室清理保护的销后奉官 以及北京工匠制作的仿制官 一起安全运抵扬州 一千三百多年前 某一天下 拆垫繁花金布瑶 一千三百多年后 清理保护 销后奉官又复生 虽然销后奉官的保护与修复项目通过了验收 但实际上 官体泥土下还留有很多信息未被解开 而清理出来的不同材质的事件 也依然在等待着将来更先进的考古手段去破解 2017年在扬州曹庄隋阳帝销后合葬墓附近 隋阳帝墓 国家遗址公园正在筹建之中 公园内将建设一座博物馆 届时销后奉官及其法制品 将作为尊贵的燃品 永久陈列在博物馆之中